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4月10號 我是李道祥常明 全民當立委 有些朋友會問到 就算是把執行的權利圖章 供給大家使用 我們參與了這個預算的審查 但是政府不鳥你 不理你 你又能夠怎麼樣呢 不對 預算是政府明年用錢的一個盤算 如果明年這些單位沒有錢可以用 那他會不會聽話 你在100天的執行 在1萬天的執行 他不痛不癢 你就是整天上執行台去罵他 他也不痛不癢 時間到了反正就下台 這個下台不是辭職啊 是說離開那個議事廳 好了 但是 如果你去凍結他的預算 你把它所有不合理的預算 甚至呢 他沒有把執行稿 內容 解釋清楚 或者做得到 我們都可以刪除他的預算 叫他把事情解決了 再來領錢 這就是預算奧妙的地方 很多朋友會問 那麼其他的立委為什麼不用呢 我跟大家解釋過 預算就是一塊大餅 這一塊大餅呢 是由很多的立委 進百位的立委 在分食 在分贓 彼此之間就有一種默契 我不動你的預算 我不動你碗裡面的食物 你也別來動我碗裡面的食物 因為大家分配好了 所以互相掩護 大家想想看 財團金主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錢 推派他們的代表 出來選立委 為什麼在各黨的立委初選 大家一定要真的 你死我活 要砍得刀刀劍骨 因為就是要爭這一席 為什麼要爭呢 因為他必須維護他背後 這個藏進人的金主 大家試想想看 民視 他的名嘴 上節目的名嘴 就固定那幾個人 很難辨 為什麼 三立 三立 又是不同的一批人在當名嘴 東森也是一樣 都有固定的班底 不好意思 中天也是一樣 媒體 媒體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要刻意培養自己的人 塑造政治的民心 所以全民當立委 當選人 必須有這樣的度量跟啞量 把執行權的圖章 以及審議算 提供給大家 共享 共用 共有 謝謝大家 我們明天見